陳展鵬這日以嘉賓身份出席活動 還即場一展歌喉獻城寨英雄的主題曲 展鵬還預告很快就會唱新歌給大家聽 接下來就會再唱新歌 因為6月25日自己有份的天命電視劇就開始播出 就可以在香港唱新歌 拍攝的時候有沒有什麼趣事 拍攝的時候嗎? 也有 拍攝的時候受傷最多就是天命 頸又受傷 菠蘿蓋又受傷 又發高燒 又頭痛 什麼都有 因為拍天命其實真的很辛苦 但是辛苦當然是值得 希望出街的時候有一個好的回報 說到之前去馬來西亞工作 展鵬因為難以抗拒當地的美食誘惑 吃了不少熱氣東西 所以搞到爆瘡 剛剛前幾天爆出來的 因為馬來西亞 所以這顆暗瘡名為馬來西亞暗瘡 讀一個音樂節目 很開心 因為這次過去那邊就不用唱很多歌 就開始拼命吃馬來西亞的美食 所以就爆了 最喜歡吃什麼 這次過去最喜歡當然是吃肉骨茶 因為肉骨茶都有差不多一年兩年沒有吃 很多時候過去那邊都因為要唱歌 肉骨茶就比較薄薄的 所以怕風喉 所以一路忍口 上個星期過去終於 上一兩個星期 過去終於吃了 一個很大鍋的肉骨茶 有乾 有濕 然後又有榴槤 又有貴雕 又有咖喱麵 想要皮膚保持得好 除了要控制飲食之外 展鵬也說清潔和適當護膚都很關鍵 上班時 男生經常要化妝 天時暑熱或睡覺 都是化妝 出油 毛孔真的蠻糟糕 所以需要去美容院做一下臉 因為現在除了可以清潔之外 他們的機器很厲害 補水很深層 可以熬得很久 明天怎樣保持好身材 盡可能多些做運動 不要讓它變形變得很重要才做 做幾次 想點力 然後你的能力一足就可以維持